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当然能谈了 真是不能跟乔津津 你平时也是用配合的吧 她打竹梁 你打首约 其实不是的 她是任何位置都能打 任何英雄都可以 所以一直都是她在叫我 这大晚上的把我约出来 又是为了于途啊 群里的视频我看过了 我们大学几个闺蜜一聚会 你哪次不是旁敲侧击的 把话题引到于途身上说几句啊 是吗 你说她幼稚 自私 理想主义者 你从来都不后悔跟她分手 有那么一难评吗 我说错了吗 她不自私 放弃几倍的高兴去做什么航天梦 那会儿如果不分手 我们还在一起 难道要我一个人来养家啊 现在房子什么价格 北京什么开销 孩子好的教育一年要多少钱 这些都退给另一半承担 凭什么呀 人各有志 而且最主要的是呢 你跟于途 你俩都属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一旦遇到矛盾 绝对不会为对方妥协 分了挺干净 你俩都分了这么多年了 你又不是没谈过恋爱 心心念念的还去管别人的新恋情 人家跟你分手了 还得给你守身荣誉啊 她当然能谈了 真是不能跟乔晶晶 你俩都分了 下面我们欢迎 全国数学竞赛的金牌获得者 高三五班的于途同学 上台发言 有请 回 funktioniert 什么 她也不知 我还不在乔当时 而且都言得要 轻障私在大厅的 Lives 他真是不自贵 又雷是指真大厅 的 不准给你 她已经对了 我越来越了越了越有了越多历了 她就要等不掉了 我觉得 应该会吧 所以 你很介意她 大可不必 她高中的时候成绩一般 还向于途表白过 被于途拒绝了 于途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她 对了 我只能说名利是个好东西 我要去趟上海